魏无羡的剑掠过他身边 蓝王鸡一把抱住他 任凭他如何挣扎哭闹都不放手 温宁和蓝紫荆卖驴卖了半天 无人问津 只好去找魏无羡 找了两天才在雪地里找到他 他靠在韩光君身上十分慵懒的样子 不知是哭了还是喝酒喝醉了 我不跟你回姑苏这样不公平 如何不公平 蓝王鸡道 你以前把莫玄宇带回去 现在我恢复了怡林老祖 你也要带回去 在民间这是二婚 你有两个人 我却至始至终只有你一人 不公平 他荒谬的逻辑 让蓝王鸡无言一对 半赏才道 那如何才能公平 很简单 我也去找一个 这样就扯平了 我到现在都没有牵过女生的手 喂 蓝正你干什么 这里可是冰天雪地 温宁拉走了蓝紫荆 然后上集市 把那只熊重新买了回来 在集市上等着他们 等了很久 终于等到望线出现 魏无线揽扬扬拍拍手 问您 阿英 小苹果 小熊 你们都过来 投票票决 同意跟着韩光君回 美孟苏的站在他这边 同意跟我浪迹天涯的 站我这边 话音未落 蓝紫荆 蓝紫荆和狗熊 还有驴 骑冲冲跑到蓝望鸡身边 蓝紫荆带着哭腔道 韩光君 您再不出现 为前辈 也会把我卖了换钱 蓝望鸡抱着此时 已经九岁的蓝紫荆 面无表情 看了魏无线一眼 那目光 令魏无线毛骨悚然 不自觉后退一步 我 我也站韩光君这边 温妮小心翼翼 走到蓝望鸡身边 结果出来了 四比一 蓝望鸡完胜 一群叛徒 魏无线恨得牙痒痒 就这样 离家出走一年整 魏无线被捉回了 云生不知处 听完这个故事 蓝紫荆和蓝家小辈们 许久没有回过神 没有想到 韩光君和魏前辈 曾经也会吵架 也会打架 也会闹别扭 魏前辈 你们回来后 就在树下买了女儿红 对呀 这还是韩光君的意思 喝了女儿红 永远不准离开 云生不知处 但这安音出嫁时 再把酒拿出来 锦衣听得嘖嘖称奇 魏前辈 那白虎的故事呢 韩光君为什么会失忆呢 魏无线笑道 那就是下一个故事了 魏无线一直认为 自己很强大 所想披靡 事实也是如此 一令老祖的名头 令黑白两道 闻风丧胆 他曾经一人单挑三千人 一只横笛 吹彻长叶 纵鬼兵鬼将 如无人之境 别人也认为他很强大 吴立强 口才好 天生一副肖像 仿佛从来没有烦心事 但真实的他 果真如此吗 他其实是个脆弱的人 他也会流泪 也会有承受不住的时候 只是 他不愿意在别人 表现自己的脆弱 即使在兄弟江城面前 也习惯伪装 世上只有两个人 可以看穿他的脆弱和逞强 尸姐和蓝忘机 那一年 他恢复了一令老祖的身体 蓝忘机却已忘记他 他离家出走 觉得世间了无牵挂 再也没有什么事 会让他动情绪了 直到北方集市上 遇见蓝忘机 两人痛快打了一架 他在蓝忘机的手上 狠狠咬了一口 蓝忘机圈着他不放 正他折腾 正他咬 血液溅在冰贴血地上 分外触目惊心 蓝忘机一声不吭 魏无羡愣住了 颓然放弃挣扎 委屈悲伤的泪水 毫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他从来没有在蓝忘机面前 如此失态过 蓝忘机不说话 抱紧了他 两人在冰天雪地里 坐了大半天 魏无羡昏了过去 醒来后 发现蓝忘机 依旧以同样的姿势 抱着自己 只是他手上的血 已经擦干净了 被带回云身不知处后 魏无羡搬箱倒柜 找出各种膏药和符咒 给蓝忘机处理伤口 两人心照不宣地 对伤口不提 对蓝忘机失踪 极失意的事 也绝口不提 蓝湛似乎十分不情愿 提起失意这事 于是他便不问 心想蓝湛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吧 就像他当年跳下悬崖 整整16年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一样 等时机成熟了 总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蓝忘机此时已卸任先都 有更多的时间与他相处 但魏无羡的话却越来越少了 老人经常在近视一动不动坐着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谁也不说话 换作以前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魏无羡有旺盛的表达欲 醒着的时候 从来没有失语超过两个时辰 每天早晚 他都小题大做的 给蓝忘机擦伤口 这么个小小的牙印 令他如此心痛 二十年前他说过 伤口落在身上 代表他曾经保护过一个姑娘 姑娘永远不会忘记他 可现在他咬在蓝湛手上的伤口 他却希望永远消失 因为蓝湛是无瑕的白玉 绝对不能有伤口 蓝忘机似乎十分享受 他给自己包扎伤口的感觉 总是静静看着他 魏无羡一抬起头 就看到了他目光里 那浓浓的怜惜和欣慰 蓝湛 我去厨房看看 晚饭做好了没有 魏无羡善善善的 蓝湛的目光令他脸红心跳 他下意识地回避了 送饭这种事 以前都是蓝忘机感 现在轮到他 他去厨房的路上 听到思追和锦仪 在窃窃私语 思追 为前辈现在的样貌 倒是比墨玄宇好看多了 跟韩光君太般配了 那当然了 真正的魏前辈是个人见人爱的万人迷 我小时候亲眼见过的 韩光君的目光总是离不开他 思追自豪道 可是魏前辈看不出来很厉害啊 我怎么感觉他比墨玄宇还要 他在韩光君面前总是很害羞的样子 锦仪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 好半天才憋出害羞这个词 害羞 魏无邪暗笑 他有害羞吗 他明明是脸皮极厚好不好 他要是知道羞字如何写 当年就不会使劲都蓝湛了 这两个小兔歹子居然背后议论自己 改天在他们面前录一首 端着晚饭回到近视 两人默默吃饭 以前吃饭时 蓝湛总会警告他 食不言 现在的近视里 只有两人吃饭的声音